OK喔 好 拿一下 你这边比较大了 你这边比较大了 那如果说比较重的话 这边 旁边再有放大 擅长针车手作的于悦梅 听到朋友的需求 设计一款短距离搬运辅具 因为我啦 我先生儿子四个人 抬各一脚才能够背上去 然后你有了鼻胃管 又有了氧气 还要有挡尿管的时候 真的要背也不是 后来就这样子 师姐就帮我设计了那一个 就很方便 我好像有看过 人家就是用那种 好像就是用辅助的两个人 这样子辅助的这样子斑 我那时候想说 这个就是让你 放在你的脖子的 这个是放在脖子 然后这个手的话 你这样子可以 可以这样子 这样子拉 然后这样找一点会比较好 这个材质刚好是 就是翻箱好贵 因为我之前是买来做皮包 我自己做皮包 把那个扇再循环出去 这个五楼那块改天需要用到 物尽其用 换个形式体贴助人 他做两块让我选 所以那块大块的 我想说你的感恩铺 那天刚好 你在处理五楼那个有没有 我就说那个男生还得到 你生活这一条150公斤就够了 有些不方便的状况 我们需要一些 一些协助的工具 或装备的话 其实我们多一样东西 我们要照我们来讲 这运送当中 也许会比较方便 然后可以增加我们的 这个效率 访试经验与照顾亲人的体会 志工们让各式辅具 运转到有需要的家庭 白新闻珍审美志工 廖宇如 叶敬宏 吴文赞台北报导 应该 应该 应该